我得走了 干嘛这样看着我 你真好看 你真丑 看看自己脸都花成什么样了 胸口也是 酒伤未愈又添心伤 什么时候是个头 没关系 我皮糙肉厚着呢 怎么 你在乎我 说什么呢你 你这是谋杀亲夫啊 不知秀 什么谋杀亲夫 咱们俩还没成亲呢 什么没成亲 这赐婚圣旨都下来了 你这辈子注定是我的妻子了 万一我不想嫁了呢 你想 你哪来的自信啊 那好 你把另外一道圣旨拿出来吧 宝宁 你这是 宝宁 我太了解你了 为了日后不落下把柄 你肯定会毁了另外一道圣旨的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 所以 你心里面是有我的 我 我 我 爷子鲁多巧啊 嗯 哎 看你这个兄长又来宁人了 我得走了 哥 怎么了 人呢 什么人啊 我说宝宁啊 这个李谦到底哪好啊 这天底下那么多偏偏少年郎 你怎么就看着他了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冥冥之中呢 就是认定他了 宝宁 咱们将近的男人征战沙场 为了什么 要是连个女子都保护不好 那我还不如卸甲鬼田 当个平都百姓呢 宝宁 你要是肯说个不 这圣旨 就是个屁 哥这就带你走 哥 我做了选择是不会后悔的 真不后悔 不后悔 宝宁 他若日后负了你 你尽管闹 我还不信了 反正你们俩是遇刺的婚姻 他还能修了你不成 你要是闹凶了你给我写戏 我接你回都城 有了孩子咱也不怕 他理解不认 咱们将家认 就养在我名下 说不准以后还出个大将军呢 咱们将家也算后继有人了 不是你这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哭了呢 宝宁 你记着 咱们将家 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嗯 嗯